纽约时间9月10号星期四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间段的财经新闻 周四欧亚股市大幅收跌 抛售情绪并没有蔓延到华尔街 三大股指小幅高开 今天油价的反弹和蓝筹股 普遍上涨为大盘起到了明显的上涨支撑 盘中维持了涨势 道指的权重股苹果公司和美国联合健康集团 大涨了2% 促使道指一度上涨100点 同时科技领军股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是受到苹果公司和生物科技股ETF的带动上涨1% 生物科技股ETF IBB在盘中大涨1.3% 投资者正在等待美联储下周的货币政策会议 对于加息的举措三大股指寻求方向 今天公布的失业金人数和昨天公布的职位空缺报告显示 美国的就业市场表现强劲 已经接近完全复苏 就是否加息而言的美国通胀率 依然需要时间去审视 根据美银的调查报告显示 美联储很少在股市出现现阶段的波动情况下 做出货币调整政策 据以往的数据显示 在1990年起 当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时 标普500指数在3到6个月内是处于上涨的趋势 而目前的标普500指数在过去3个月的跌幅 已经达到了3.5% 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显示 交易员预计9月份加息的概率仅有23.6% 认为12月已开始加息的概率接近60% 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将在今年年内完成首次加息 而且高盛在9月9号的研发报告中也是表示 仍然预计美联储将从12月份开始加息 另外美国今天的能源信息署EIA的数据显示 美国9月2日当周 EIA原油库存增加了257万桶 这一结果是高于预期的 数据公布以后 原油价格的涨幅是有所收窄 但是随后涨幅还是继续扩大 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份交货的 美国轻制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4美元 报每桶45.56美元 国际原油标杆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 报45.53美元 伊朗官员表示原油价格疲软现状还会继续持续 石油出出国欧佩克组织认为 原油价格的疲软态势会贯穿整个2015年 若干海湾地区欧佩克产油国 预计2015年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将为40-50美元区间每桶 我们来关注公司新闻方面 美国强生公司在美国本土之外的多伦多开设了首个孵化器中心 设置在多伦多的中心将共享强生公司遍布美国的生命科技基础设施网络 强生公司的股价在盘中小幅上涨 另外今天中概股方面阿里巴巴集团交易代码为BABA 副董事主席与美国PAC-12主席在杭州市宣布 共同达成了双方两年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战略合作将涉及到体育赛事的直播 票物以及相关衍生产品 另外网络安全技术公司Palo Alto Networks交易代码为PANW 股价上涨了6% 该公司在周三盘后宣布第四季度的营收大幅攀升 周四开盘之前 Layman Lulu交易代码为LULU 宣布第二季度的盈利与销售均超出预期 但是股价却大跌了14% 今天收盘以后 美国户外产品连锁店交易代码为ZUMZ 与人力资源解决方案提供商光辉国际交易代码为KFY等公司将公布财报 许一璐纽约华尔街报道